好来看到吉安乡的东昌村 阿美族里露部落举行两年一度的祖灵祭 那么乡长游淑珍特别到场亲自来参加 陪同部落头目祭师以及族人感谢祖灵的庇佑 更祈求来年农事丰收一切顺遂平安 部落里现存的八位祭师年龄最长有96岁 穿着传统服饰踩着步伐随着节奏念唱 手中一边摆动着生姜叶 进化场域以顺利和祖灵沟通连结 并以丰盛祭品宴祖灵 既然向南游淑珍特别参与了这场重要的设施祭 她也表示相公所会持续支持文化附赠使命 让部落传统文化永续传承 我们相信在部落里面非常重要的文化时期 跟我们代代的这样的一个祭 都是必须要被保留 甚至于要被记录的 所以吉安湘公所全程记录以外 也全力的来协助整个祭师文化的保留 现在吉安湘所有的祭师 所剩八位的老祭师 我们相信乌师纪在里落是全国知名度 每年东华大学以及很多来自于全国的学术单位 都会来收集资料 甚至于是保存文史这样的工作的专业 所以吉安湘公所希望能够更到位的来保护这些传统 甚至于给我们现有的巫师更多更多的一些口述历史的记录 来作为一个影片跟文字的叙述记录 这场仪式由开启神门揭开了序幕 随后引起神灵降临 再进行献礼和家人会面 最后则是敬送回天 祭师会代替族人将去世的亲人召唤 也代为丢职独论以完成祭拜仪式 深具圣中追缘的意涵 也让不少在场族人流下感动眼泪 尤淑珍表示 里落部落拥有阿美族珍贵仅存的祭师文化 乡公所未来会规划 以东昌部落聚会所前的东海六街为据点 打造祭师街道 完整形塑部落的文化背景 记忆特色还有在地亮点 要展现吉安湘部落传统文化与精髓 记者会去安详报道